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财政部长珍妮特·耶伦访华 作为2024年首位访华的美国高官 耶伦就中美经济关系 应对全球性挑战等议题 与中方进行了深入交流 耶伦他这次访华 也多次强调反对中美脱钩 但是他之前也发言 也在说着所谓的 中国的产能过剩 所以中美之间现在 或者是说美国对中国的态度 哪一个是他现在比较真实的理解和态度 耶伦的表达 应该都是他们的真实态度 其实也并没有矛盾 比如说不脱钩 那很多方面 我就举个最简单的例子 有一篇重要的文献 我们关注到的 就是当然也是国外发表的这个文献 说2018年以来 美国司法部就启动了 叫中国倡议的这么一个调查 就是想说你在这里面有哪些 中国的科研人员的参与 如果有 对不起 要想办法调查出来 清理出去 这个研究就想把这个作为一个自然实验 就是你这个调查完了以后 我想看一看 你美国人的科研产出最后怎么样 最后发现 没有了中国人的合作 发现无论是论文发表的数量 还是质量大幅下降 大家的普遍反应就是 不跟中国合作 他们的科研的这种生产力大幅下降 我就想举这个例子 就是真正的脱钩 它是做不到的 所以他也不会说我要跟中国脱钩 那么你刚才又提到了 你说那个是不是矛盾 但是我想说 他打压中国的这样的一种战略 我认为短期不会改变 我印象中 应该是拜登政府 曾经出过一个国情咨文 强调大概前两年出的 就是未来的十年 是中美关系的关键时刻 甚至是说会使十字路口 他说美国如果我们做不好的话 那就被中国反超了 他就觉得此消彼长的关键十年 没错 所以他现在就要 开始用实际行动来打压中国 在这样的论调不断鼓吹的情况之下 中国的新像样的出口 可能会收到新的贸易战吗 对于关税债 类似的这些问题 我觉得我们也不必过于担心 特朗普的时候 我们已经面临那么厉害的这种情况了 当然未来怎么样 是不是特朗普又要上台 是不是再去加征关税 我想说即便是那么严厉的 惩罚性关税 我们都挺过来了 你对我们的新三亚 你再来一遍 那就是过去的模式的一个复制 我不认为对此要有恐慌 这是不必的 在这段时间 无论是香港或者是内地的股市 其实资本确实资金都在流出 是不是真的西方的资金和资本 是会受到西方国家的限制 会影响对中国的投资 首先一个有一些资金撤离了 也是一个正常现象 但是它背后的原因很多 我觉得首先一个重要的原因 它是全球产业这样的梯度 转移的这么一个基本规律 第二个原因 我们必须认识到 所谓的地缘政治因素 比如说早期的可能是发达国家 欧美的对吧 后来可能跑到了日本 韩国等等 后来他们也成为高手的经济体 然后慢慢到了内地 你包括香港的对吧 那中国的发展 其实在过去的四十多年 改革开放以来 我们发展是非常快的 我们产业更新升级的速度 也是非常快的 那么这个时候 我们有一些产业 它是不是也得转移了 那当然除了内地的转移 对吧 从东部到中西部 也可以往越南印度转移 很正常 它是符合世界产业大转移的 基本规律的 包括股市这问题 我们看到的 美国股市不错吧 日本也不错 印度也不错 甚至印度也不错 越南也不错 人说那是他们的 政经会主席比较厉害吗 他不是 是因为产业大转移 他们是受益者 转到他们那儿去了 但日本转移的是什么 高新技术 特别是人工智能 数字技术转移 很多是转到了 这些高端的国家 相对高端的像日本 但是一般的产业性转移的 有一些是到了印度 有些是到了越南 所以这个因素我们也得看到 要解决这个问题 可能短期不是很容易 我觉得最好的办法 比如说中美之间 中国跟欧洲之间 我们应该有什么样的一个合作交流呢 我认为真正的对外开放 就是你也得让外资 对吧 外商 它能获得真正的实惠 过去一些做法 我个人认为不一定准确 某些领域 他们获得了很高的收益 确实是这样 但是某些领域 可能相对之后 所以在这个层面上 我当然就是说 一方面保证我们的安全 但在安全前提下 我觉得很多的领域 当然不光是外资 我们这个社会投资 民间投资也很重要 民营企业 真正的开放 让它能获得真金白银的 这样的一个实惠 我认为这是我们真正扩大 合作交流 以及维持 甚至是说 这个拓宽我们学习渠道的 最根本的途径 你没有这条手心 我们也提到了 中国的经济发展 比不了那四个字 改革和开放 对 对吧 那我们来看改革吧 结构性改革 您提到一个很重要的部分 就是要大力地发展 民营经济 尤其民营经济 现在在法律的层面 在经济的规则上面 还是有的时候 会遇到不公平 甚至有的时候 会受到一些歧视 您的调研发现 是哪些方面的不公平和歧视 很多方面 比如说 首先一个融资方面 就很典型的 我们民营经济 有个概括叫56789 具体我就不展开了 表明什么呢 表明它其实是 实体经济的主体 但是金融服务实体经济 这个金融的资源 支持实体经济有多少呢 那么跟这个56789 是完全不相称的 这个就是我想说的 第一个歧视 就是它在融资方面 其实没有获得 它相应的这个信赖资源 那包括资本市场 上市也是 都会受到限制 就是有些行业 它是进不去的 我想说 这个可能是个别现象 但是个别现象 也意味着 我们这个两毫不动摇 根本没有落到实处 再有一个 其实也比较典型的 就是我们中央也在强调 我们现在国家的大的项目 我们希望民营企业来参与 但其实参与是很困难的 很多时候都是 国字头的这些企业 他们先拿下 分包给民营企业 然后分包 然后在这个时候 会出现另外一个情况 这什么情况呢 有时候我们说 民营企业就是糟糕 你看它干的这些事 这些工程质量就很差 但是我们得想一想 背后的原因是什么 分了好几层 分包 它分了好几层 它已经很难挣钱了 所以它的成本上 它有时候就是偷工减量 所以有时候 这是一个恶性循环 当然是恶性 就是我们得看到 背后的一些 根本性的原因 那为什么是只有国营企业 才能够去拿到 政府的大的项目呢 这就是我们想说 我们的政府也好 包括银行也好 很大程度上呢 还是比较执念 就是说 国企不会倒 它不简单是国企不会倒 因为不会倒 那就是最后的政府担保 还是说 就是国有企业是放心的 令人放心的 它不会有什么 是品质放心 还是 我交给它 不会有政治责任的放心 对 政治责任 最核心的是这个 当然我们不敢说 这是普遍现象 但确实是存在的 所以到民营企业 我估计为几个字 大概几个字 第一个 要信得过 它是自己人 第二是放得开 什么叫放得开 不要有那么多的限制 玻璃添花板 你不让人进 这也不让人进 那也不让人进 对吧 好的 重要的 这些产业 或者我们讲的肥肉 那可能都被你们 其他的这些 都给占了 他们分不到一杯羹 那这个要改变 第三个 还是有得赚 你得让它正前 能生存下来 能生存能挣钱 我为什么要提这个呢 刚才说的就是一个例子 就是说分包了以后 其实它生存已经很困难了 还有一些 就是我们讲的 这个政府跟社会合作的 就是PPP项目 那有些PPP项目 对吧 说把你拉进来 我们有新的PPP 但是你得搞清楚 人家进来了是 对吧 有投入 最后你得让人家挣钱 对不对 你不能说 那我就是完全无偿的支持 我不是搞慈善 对吧 所以我想的 这九个字还是很重要的 如果落到实处 我认为民营企业的发展 应该是大有空间 另外一个 学生改革业 是特别头疼的 就是地方政府债务了 对 您也提了地方政府 已经没有心力去发展经济 因为没钱了 对 就是中国的债务问题 尤其是地方债务问题 首先要承认 这个问题是存在的 比较严重的 严重到什么地步 叫比较严重 税收 已经无法来覆盖 它的这个债务 甚至税收 甚至税收已经无法覆盖债务的利息 但是它不是最可怕的风险 是吗 它根本不是 因为我们有足够的能力 来划解这个风险 我们的资产是足够的 资产是足够的 通过中央政府的信用 来去做这个事情 应该说是 完全可以来应对 地方政府的债务风险 所谓面临的问题是什么呢 就是道德风险问题 它自己铺的烂摊子 最后出了问题 我们也都无条件去救它了 那显然不行 所以这个时候 我们要制定一定的规则 如何去来化解 这个中央其实是在做 一直在做 就是更加细化 我们所谓的拯救 一些地方债 比较严重的这些地区 那内部凝聚担心 内部问题 我认为比地方债 更严重一点的可能 是房地产的问题 我看到您2023年底说过一段话 您说现在的民营房地产业 确实面临很大的困难 甚至要救市 再不救市 是不是就会崩盘了 现在来看 就是2024年 其实我们看到了 很多政策的这种变化 或者说我们叫改进 就是比以前 应该说做得更好 很多方面我们都能看到 所以现在普遍的一个看法 就是说今年的房地产投资 可能还会往下走 所以往下走 就是说它不是正的增长 但是可能比去年要收窄 就是说下降的幅度会收窄 就没有那么严重 我认为这是一些积极的变化 但总体判断 今年甚至明年 应该都是一个调整 调整很大程度上 还是要往下调整 那么在这个情况下 如果不去救它 因为我们看各方面的一些风险 老百姓这方面 也得去考虑 用政策来支持他们 比如说你也可以给它展期 等等 其实我们都在做 类似的这些事情 但是我觉得核心 还是房地产企业 房地产企业面临的困难 特别是流动性风险 那么我们现在的支持 还不太够 如果不支持 可能会出现最坏的情况是 房地产的特点是什么呢 就是说真正的欠一发动全身 因为它联系到太多了 它不是简单的 比如说地方政府 我说因为房地产不行了 它的财产收入也不行了 然后地方债也遇到困难了 银行因为房地产不行了 所以货帐也增加了 除此之外 房地产它是很多的理财产品 包括金融工具的 它的底层资产值 第一 第二 发地产 它是作为抵押的 我们那么大量的信贷 都是作为抵押出现的 对吧 那么它作为抵押 它这个会有巨大的放大功能 过去我们讲 波南科有个叫金融加速器 像雪球一样滚起来 没错 所以我认为 现在的还是有不少的房企 面临这样的困难 如果你不去救它的话 有可能它就会倒闭 又是timing的问题了 又是timing 所以还是这个意思 早出手比晚出手好 出手狠比出手轻要好 我们看房地产 不能只看今天明天 我们要看更长远 我看过您说了一段话 我觉得特别有意思 您说我们现在对于 中国内地的房地产的市场的 中长期的预期是不正常的 不正常在哪里 那么正常的预期应该是怎么样 我们看到一个 特别有意思的规律 我们有一个值来衡量 就是说房地产的价值 占整个社会财富的比重 这是一个重要的衡量标准 2000年以来的平均值 我们会发现 主要发达国家的房地产财富 占社会财富的比重 都是50%左右 其中澳大利亚和英国 远远超过50%了 有的是达到了接近70%了 这么一个水平 中国到今天不到40% 这是我们最新的 资产负债表的估算 我想说第一点 我们很难说 法律产财富 占社会财富的比重 会越来越高 我觉得这个判断 应该是不准确的 不会越来越高 但是我们得想到 法律产财富 占社会财富比重 长期稳定在40%到50%之间 这个是我们看到的一个现实 无论它是一个什么 是否人口老龄化了 什么城镇化率 是不是已经达峰了 跟这些因素都没关系 那么你想原因是什么 土地是稀缺的 第二 土地上面的这个房地产 它作为价值储存手段 它是可以代际传递的 这是非常重要的 第三点 后工业社会会怎么样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 可能被大家忽略的一个问题 后工业社会 我们今天看到了 亲爱的GPT 人工智能 数字化的革命 会带来什么呢 亲爱的GDP支付 奥斯曼 他说随着 他叫万物摩尔定律 它的价格会越来越低 他说但是房子是稀缺的 它的房价的增长速度 房产价值的增长速度 会高于 它正常时期的增长速度 这是它的原话 当然它后面 它有一套政策建议 它说不能让它长那么快 你得征税 这就是我说的 中长期的判断 您刚刚提到中长期来看 因为土地是稀缺的 房产一定是稀缺的 对 很多还没上车的年轻人 就会觉得房价什么时候降 我能买 有些已经是成为资产的家庭 又觉得房价别降 不然我负资产了 这怎么办呢 其实任何一个社会政策 都是这样 但我们推出的时候 我们会发现 不同人群 其实大家站的角度不一样 它会有不同的看法 但是我觉得首先有一条 我们得从大宏观 从国家层面来看 房地产如果 我们说价格一直下跌 对吧 比如说一直下跌 没买房的人说跌 接着跌 我今天都不买 明天不买 后天还不买 预期 因为它还会跌 跌到那个什么 你都跌不动了 说要涨了 那我开始买 大家都要选择那个timing 所有人都是这样 但是从国家宏观层面看 我们会发现一个问题 当房地产没法支撑 经济增长的时候 当房地产不能良好运转的时候 它所带来的困境 首先一个金融风险上升了 金融风险上升 最后是大量的损失 真金白银的损失 这是第一条 第二 如果说房地产 无论在缓解风险方面 无论在知识增长方面 它能够稍稍地发挥一点 积极作用 对吧 好一点 我们看到的是什么呢 我们看到是整个中国经济还不错 接下来那些低收入人群 就会得到福利了 因为你有就业了 你有就业你就有收入 你就可以考虑我的首付啊 攒你的首付了 对不对 然后将来越供啊等等 反过来我们想 房地产崩了 系统性风险产生了 经济出现大问题了 或者是说长期的陷入衰退了 不是你收入下降的问题 是你有没有饭碗的问题 那个时候你不要等着 说等房价下跌 然后我去买房子了 一个是买不起 一个是没钱买 没错 你那个是买不起的问题 一旦是那个 没有收入可以买 你最后你连工作都没了 饭碗都没了 压力会更大 我其实有时候说 这种观点的时候 我很犹豫 这些观点放在网上 我一定被骂 就是说你看看 又不然它下跌了 但是我想说要客观的说 你得知道房地产 它跟整个大的经济态势 是什么关系 所以我们不希望 就是说房地产一路下跌 我们希望房地产有所调整 在一个我们讲 整个社会可以承受的范围内 这个承受范围 包括很多方面 刚才说的 你提到的 低收入人群 他觉得 哎呦 这还行吧 反正至少这个房价 已经不是那么吓人了 然后银行觉得 我的坏账是有了 但是我基本可接受 对吧 然后从经济来看 它还拖累了经济 但是拖累的已经不那么严重了 我认为这个时候 可能是大家能够达成共识的 这么一个阶段 这个阶段出现了 我认为这个调整基本完成了 您一直在做经济的研究 那您现在自己最关注的又是什么 要说大一点 就是中国怎么样去走向 现代化强国 那么你要说具体一点 因为我研究金融 那么如何我们来建设一个金融强国 经过它离的 现在看 离得很远 有多远 如果我们拿历史来做比较 这个美国应该是在19世纪末 已经超过了英国世界第一大国 但是金融第一大国 金融第一大国二战以后 那得半个世纪 我想说的是什么 中国倒不一定要成为 世界第一大金融强国 但是中国现在的金融发展 和我们的经济地位不相差 我们知道世界上的金融强国 就是荷兰 英国 美国 那我们在金融发展的过程中 是在哪一个序列 肯定不是第一阵营 因为很有意思 很多的经济大国 或者是说曾经的经济强国 它都不是金融强国 德国 日本 它都不是 但是为什么要提出金融强国呢 其中核心的一条 我们说一个国家强大 你得科技强大 科技强靠什么强 金融强 很多人可能会说 像美国科技强 是因为移民政策 对吧 然后对科技的激励 然后很多的全球人才 都有 但是如果没有风险投资支持 没错 没有它强大的金融 是不可以的 您说要做一个启蒙 没错 思想启蒙 为什么呢 因为科技它跟风险关联太密切了 都是不确定性 我记得马斯克讲过一句话 很有意思 他说 如果你没有经历过失败 你那个创新就不是真正的创新 所以我想说 既然我们要面临那么多的失败 以及失败造成的损失 那我们金融应该怎么办 我们金融最基本的功能是什么 其实总书记有概括 四大功能 其中有一个 最后一个 叫风险管理 就是金融能够风险识别 风险定价 还有风险配置 但是我们的整个的金融体系 在应对风险方面 很弱 很弱体现在很多方面 一方面比如说我们银行体系为主 对吧 银行就稳健 那就看到风险 躲着走 那股市都是以融资为主 反正就是我们得绕着走 绕着风险走 那么这是一个问题 第二个其实更重要的是什么呢 我们的风险定价是受到干预的 我们政府是配置 来直接配置金融资源的 不是根据金融本身的风险定价 来进行配置的 比如说战略性产业对吧 选择 我认为这是本身 这个从国家发展角度赶超角度 它有它的好处 我经常会举例子说 中国的企业 包括地方政府发展的时候 可以只管发展 不用管风险的 都有那个老大在兜着 中央政府在兜着呢 但是现在不行了 我们政府哪有那么多财力 来都所有风险啊 所以我想说呢 在这个时候 我们这个理念的转变就是说 我们得把风险定价 逐步的交给市场 我认为这是第一个 我们对于金融思维的一个 全新的认识 第二个我觉得更重要的 创新是面向未来的 我们的金融的思维 不能从过去看现在 就是我们评估这企业 好 您这有个企业 您要上市是吧 好 去年三年的这个盈利水平 营收 对吧 它要看你过去的业绩 但是很多的这个企业 真正的颠覆性创新的企业 或技术 它是面向未来的 它对标不了 我在深圳就遇到一个这个案例 它是做这个生物医药方面的 它说我们已经做到全球顶尖了 但是我们根本融不到资 所有的融资机构都会跟它说 你这个我看是挺好的 找一个美国对标的 我根据它来给你评估 它说我都是第一了 我上哪儿找对标的 这样就直接影响了 我们真正的颠覆性的创新 所以其实IPO的整个系统要改变 当然 核准IPO的人 可能是我们相关研究的那些专家 一起来做IPO的审视 最简单的例子就是合肥模式 就大家讲合肥模式 合肥为什么支持很多科创比较成功 合肥那儿有很多的科技人在 中国科技大学 对吧 安徽很厉害 然后还有中科院的好多所 他们每次去做这方面投资的时候 是有一批科学家加一批企业家 然后才是那些直接来做的 比如说政府的一些参与人 没有这些怎么可能去做好客创 没有这些禁止调查是很难做 是我们的支持 这是最艰难的一个工作 而这个工作 如果我们今天不去好好做 我们的金融的发展 无论发展的多大 我们都不能认为它强 因为金融强国 如果金融不能支持科技强 那就根本不叫金融强国 所长我觉得这是一个 很大的系统工程 是 非常大的系统工程 但是我能看到上上下下 都在做着这方面的讨论 我参与了很多的讨论会 他们好像都在思考这个问题 包括地方官员 我认为这是非常好的机型